Hello 大家好 很感謝大家又進來看我的影片 今次這條影片我希望大家會喜歡 因為是我很久很久沒有拍過的穿衣影片 這兩天香港真的熱了很多 接下來就是我最近比較喜歡穿的時裝配搭 全部都是比較日常的 而且你會留意到有些單品我會不斷重複穿 因為我買完之後真的很喜歡 差不多是每天都會穿 還有一件事就是因為香港真的很熱 所以有一些衣服都是小背心 不過如果大家不習慣穿背心的 也有其他選擇給大家參考 就是這樣了 希望大家會多多支持給我 那我就會加油 繼續用心定時定後出更多影片給大家 首先第一個配搭是比較青春 主要就是粉紅色和白色為主 我這件粉紅色的T恤 就是最近在Nike買的 你們只要去它的店舖 應該都還有的 因為是新一季的 因為衣服比較長身的關係 我都喜歡綁個結 令到整個身的比例 看上去會長一點 我這件白色的裙褲是Lululemon 其實是用來做運動的 不過我覺得 女生平時穿運動裝都挺好看 上個月最愛 也有提及過這對Gucci的Sneakers 在這條影片我會不斷穿 因為它們真的很好搭 雖然body suit已經流行了一段時間 但是我現在還是很喜歡 除了去廁所的時候比較麻煩一點之外 你平日就再沒有攝衣服的煩惱了 我這件body suit是Gas的 我很喜歡它的顏色配搭 感覺很嚇人 而我這條牛仔褲是Forever21 其實波鞋無論穿裙褲都搭配到 當然我也是穿這對Gucci的Sneakers 來吧 除了有彩色的body suit 我自己都喜歡修長一些正式的 因為很容易搭配 只要搭配一條牛仔褲 你是很難穿得不漂亮的 這個這麼基本的配搭 很適合在你想不到穿什麼衣服的時候 就可以這樣了 我的上身和牛仔褲都是Reformation的 如果有follow開我 就知道我很喜歡這個牌子 不過在外國網站買回來的衣服 都會比較偏長的 因為我本身穿得不高 所以我都喜歡捲起來穿的 因為上身已經很貼身了 下身我就搭配一個boyfriend style 比較鬆身一點的牛仔褲 當然啦 增加高度就穿了一點搭的草鞋 平時除了喜歡穿牛仔褲之外 我自己都很喜歡修仔裙 因為這些一件頭最方便 不需要想上身下身 在趕時間之際 就不需要再花時間襯衣了 我自己很喜歡這個格仔圖案 因為格仔紋永遠不會過時的 我的裙是Reformation的 真的很喜歡這個牌子出的衣服 但牠們的長度是剛剛好 很適合我們這些 過子矮小的亞洲女仔 鞋那方面我都是穿著這雙草鞋 夏天有一雙真是百搭 他們雖然有搭 但走全天都很舒服 一點都不掘腳 夏天來說 你的衣櫃一定不少白色T恤 我身上這件是Topshop 我覺得它的剪裁不錯 都非常容易配襯 白色T恤的好處就是 上身簡單 下身就可以無限發揮你的創意 我穿的這一條不是裙 是一條裙褲 它是一個波點圖案 還有這個顏色 我覺得很適合夏天的 牌子就是For Love & Lemon 我在Revolve買的 價錢比較合理一點的 Sneakers就有這個牌子推計 叫做Kennif Co 是一個紐約牌子 它穿到你的腳型都非常漂亮 而且很舒服 之前在減價時候買 只不過是1000元以下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我最喜歡白色T恤 所以白色T恤再加一條牛仔褲 真的簡單又好看 最近買了一件格仔紋的西裝 我自己很喜歡 不過它的牌子是法文 我不太懂得讀 所以大家可以在下面糾正一下我 我這條牛仔褲 是好幾年前在Topshop買的 現在還穿著 它的模特兒是Jamie 非常貼身 我這個款式 在膝蓋有一點點Rip的 全身由頭到腳的配搭 都非常簡單 不過還有少許細節可以看看 因為真的很喜歡西裝外套的圖案 所以我整套買了 因為今季都很流行一些Matching Set 香港地有這麼多有冷氣的地方 如果進到商場那一洞 就可以披一披一件外套 我的T恤是Gucci 是今次去歐洲旅行買得最貴的東西 個人認為就物超所值 雖然它的價錢比較貴 不過真的配襯衣服也很好看 後面還有一點Embroidery 我覺得很有趣 而且它的剪裁是有一點Oversize 所以穿上身又有另一個感覺 當然這個只是作為一個參考 你絕對可以用其他Graphic T代替 下身也是一個格仔裙褲 和西裝外套是同一個品牌 好了今次的分享就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又進來看 以上三副鞋物的來源 我都會在下面info box打出名字 還有一些音樂壓鎖 都會打在下面 多謝大家收看 我會很快見到你們了 Bye 反起來穿 也可以這樣穿 我覺得是超方便 又不用穿 而且它的鞋子做得很軟 其實踩著你會覺得有一點點